他們也沒有好多還是溜出去了 但我如果只是貼個貼紙貼某某旅行社 以前都有貼在右下角 或者我只是貼一個 也許政治上你們不喜歡的一個標語在上面 採取樣態會不一樣 所以本席要跟你們交換意見就是說 這個條文的修正 讓它恢復原狀 你們在處理上才有彈性 原來就有寫了 不管在施行細節 它原來就有一些規範 你們在處理上 你們現在也一樣在處理 雖然有時候被人家詬病 看到一個中國的沒有撕下來 看到台灣國的撕下來 但我相信那些是個人的行為 我比較可以接受處長 這個管處長你剛才講的 你們不會因為上面寫什麼去影響 寫馬英九民調90% 你們也會叫他撕下來 那你寫台灣國你們叫他撕下來 我要告訴你就是說 這個條文的修正 如果我們決議把它刪掉 會不會影響你們的執行 這個事實上我們當初的設想是說 你會影響到護照的辨識 你們會寫封面 真的就是針對那個貼紙 那當然這個 要不幾年前怎麼不修 如果這個委會 或者大院有什麼修正 我問清楚一點就是說 你們第五條第二項 我們如果把你們的修正把它拿掉 恢復原狀的話 你們在實務上的執行會不會有問題 跟委員報告 執行上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我還是要稍微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個條例的修正 跟這個貼紙毫無關係 不是你這樣講喔 對 你這樣講你相信我相信 社會也很難相信喔 所以我也不跟你爭辯這個 我尊重你的講法 就是最近很多貼紙的事情 新聞報了很多了 你們剛好在這個時候提出條文 剛好就寫封面不可以 我接受那個叫剛好嘛 我不跟你爭辯這個嘛 我的意思是說 把第五條第二項拿掉 其實不影響你們的作業嘛 跟委員報告是不會影響 你不影響 你寫的時候 我反而我在封底貼了 Freddy的相片你也拿我沒辦法 因為你沒寫封碟耶 封底啊 所以沒有一個條文這樣寫的 你過兩天也要修法說 因為封底貼太多 所以把封碟寫下去 實際上你們就整本護照 有你們的想法 你們常任文官 我覺得我可以尊重 沈呂徐那個講法是不適當的 因為美國都沒有講了 他在那邊講說 因為台灣國不存在 那事實際上 如果以建交關係的話 中華民國存在我們還可以辯論半天耶 我們不爭論這個嘛 我的意思是說 既然這個條文的修改把它拿掉 不影響你們的作業的話 我們現在連署把它刪掉的話 你們沒有意見嘛 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我們是會尊重 沒有 我是怕我們刪掉影響你們的作業 如果你有問題你可以現在講 沒有問題的話我們就把它拿掉了 我可以讓那個主管這個部門的 這個陳處長再跟委員說明 好 處長來請說 是 包括委員還有各位 各位與會的先進 是這樣子 剛才委員提到的是那個 護照條例的第五條 那護照條例當時是 立法院去年5月22號 就三讀通過 6月10號總統公佈 那今年1月1號正式施行 那應該我想委員要講的應該是 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的第三條的部分吧 應該第三條本條例第五條第二項 鎖定不得真刪圖改或加開圖戳 只不得暫自在護照封面之內 第三條 對 應該是刪除這個 把它恢復原狀嘛 原來就有的 把那個文字拿掉嘛 這個刪除的 拿掉你們作業上會不會有困難 我現在不希望我們這邊立法 造成你們在行政上有困難嘛 所以如果沒有困難 又避免大家聯想說 因為台灣國的貼紙太多了 然後就會一大堆貼紙喔 你們可能會創造一大堆貼紙出來 沒錯 所以把這個細則拿掉可以嗎 處長應該OK啦 我們會尊重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但就是說會造成一個後遺症 就是說很多的這個貼紙都會出來 你這個條文寫上去才會後遺症 封底就可以充分的發揮創意 我跟你講 這是我們很務實的地方 我們不願意就是說 在一個封面的部分 台灣的言論自由的抒發 你們才軟性勸導 比方說不要貼到晶片的那個位置 然後不要動不動嚇他 而且拿外國人來嚇台灣人 說這不行喔 就會被遣返出境喔 什麼的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喔 我們沒有下 我們只是把事實 譬如說新加坡有三個案例 的確被遣返 然後其中有個案例 新加坡有的是跟馬西惠有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 我現在要跟你講說 省旅行做的是政治立場的表態 不是專業的表態嘛 就你們來講實物上 因為它樣態很多 有的要強制 有的要留置 有的口頭勸導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寫在細節 把它寫那麼細 你封底又沒寫進去 那改天封底會比封面精彩 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把這個拿掉 如果沒有影響作業 我不是要你的尊重而已 不影響作業 我們就把它拿掉嘛 這樣好不好 可以 這個我們是可以遵照 OK好 那你們請委 那我們把這個拿掉 你們沒有意見的話 那當初何苦勒 剛好碰巧 來請坐 那接下來我請那個 衛福部 我們的那個理事長 委員好 理事長 這公約原則上 這兩條 我覺得都是好的 不然就兒童或身心障礙 這是好事情 可是任何一個公約好事 我們不要做刑事主義 我們通過了 結果什麼都沒做 就像 我們還沒當立委 之前的立法院 通過人權兩公約 其實跟最近很多提立法 都違反自己通過了兩公約 那我就不挑戰前界的前輩了 我現在問的就是 根據這個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 這個裡面有寫了一些東西 我先請教一下我們實務上的東西 我們目前強制就醫 精神障礙的強制就醫 對那些警察 或者育政人員 我們衛福部 有沒有主動提供訓練課程 因為目前 有還是沒有 我們有一些相關的課程 我有查過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不要亂講 應該是沒有 你們沒有主動提供 有還是沒有 我們請一下心口事 就是說你們現在走在路上 根據你們最近 你們那個戰司長說的 說我在路上我看到 我看到誰覺得怪怪的 我就可以強制就醫去做評估了 不行 我待會兒拿到文字給你看 我的意思我先請教你 目前衛福部 對警政人員 對育政人員 有沒有主動提供 課程做相關的訓練 有還是沒有 主動提供的喔 委員好 那有關這個跟警察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 就考慮到說 各縣市都是警察 還有消防 還有衛生單位 一起協助送醫 所以每年 我們都會要求 衛生局要辦 這樣的相關教育訓練 那如果警政需要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提供 所以你們是提供協助 你們是要求 下屬單位去做處理吧 我們現在看 你們衛福部那一天 在內湖女童案之後 後來大家緊急 要提高見景率 緊急要來處理身心障礙人士 所以發生那個 政大搖搖哥的事情 那個時候你們的司長說 現在要把門檻鬆綁 第一線警銷認為條件符合 就可以強制送醫 評估鑑定 避免社會傷害事件 也避免他傷害自己 這是你們發表的新聞 放寬門檻 讓他認定 可是你們第一線的警銷 如果沒有經過訓練 搞不好覺得我們立委神經病 你今天就把我送去了 可不可以這樣子 其實就像我們那個精神衛生法32條 其實是說如果有 你們這個放寬跟授權 有沒有經過專業 我們看你們自己通過這條約 來我們看條約 你們今天送來我們這邊 我們覺得可以同意的公約 第13條 為了協助確保身心障礙者 有效獲得司法保護 締約各國 就是我們 我們今天要通過了 促進對司法領域的工作人員 包含員警監獄工作人員 進行適當的培訓 我去實務上問過了 主動的沒有 大概是警政他們有時候要求你們 提供一些專業的一些小課程 但那你自己站在你們衛福部的領域 你覺得那個訓練夠還是不夠 當然還有精進的空間 那其實我們會要求 不夠嘛 有精進的空間 有精進的空間就是不夠嘛 要不然精進幹嘛 就不夠嘛 因為我們在實務上看到很多警員面對的 他對這個精神疾患的類別就分不清楚了 會怎麼樣他也搞不太清楚 所以該不會拔槍不上 我還看我拿掃把對抗的你知道嗎 你要的話你去Google看影片都有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在我們台南曾經發生一件 他不知道怎麼辦 被逼著倒退 跌倒 槍物擊 打死一個國中女生 那個案子發生的時候我在旁邊 血流的一攤都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既然你們今天拿了這個公約出來 不管是第13條第12條 都講到了對這樣的司法的認定 要有專業的訓練 而目前的現況是明顯不足的 而明顯不足你放寬讓第一線 警政人員無辜啊 我怎麼搞得懂 那民眾覺得怪怪的我就去送嘛 送了社會罵我再來處理嘛 政府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如果有動我們把它補起來 你認為警政人員 因為都是第一線的管區警員在面對這個事情 而第一線的管區警員是數以萬計啊 你們提供的訓練課程根本不夠 他根本無法認定 然後鄰居打來說 他去覺得這個怪怪的 根據你們放寬的辦法 我就可以強制送醫評估鑑定 然後現在又回到你們衛福部 醫生就不慎其勞 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那個人過去有沒有 有沒有攻擊累犯的前科紀錄 醫生又看不到 所以內湖這個王景玉就是 當時聯合院去的人 根本無法從他的資料看出說 他曾經攻擊鄰居 攻擊警衛 打他媽媽 因為那是警察的資料 醫生看不到 然後警察說 啊這個是神經病 我也沒辦法判定 我無法處理 就留一個炸彈在那裡 結果你們現在一放寬 好像也有問題 所以資料的聯繫 跟專業的訓練 市長 政府也許會有輪替 這個事情不會交替的 這個事情是持續要做的 所以本席要求你 我時間到不好意思 你們要提出一個 針對全國基層的警察 特別是警察 跟消防人員 就是救護中隊那樣的消防人員 你要有一套訓練課程 而且你要估算量 我經過9個月訓練 可以有百分之多少人完成訓練 經過一年 完成多少人 讓基層警員 符合衛福部 你們簽的公約才有意義 我們簽一大堆口屁公約 從來不遵守 沒有意義嘛 你懂我意思嗎 你們把計劃擬出來 我至少這邊還會站四年 我還會再問你們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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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來請林長佐 林委員 我先請那個 我先請你 好 好 感谢观看